其實這件事情真的很小啦 小到我都覺得在這邊講有點 就是覺得浪費所有我們觀眾的時間 沒關係 看到你就好 沒關係 好 那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們四叉貓有把這個時間軸拿出來了 就是說在傍晚的時候 徐曉信五點半 他就說直播中他在活動開始之前 他就花了一百八十五塊 買了成績的架機 然後說老闆怎麼沒有把帳 記在吳四瑤的身上呢 然後之後其實吳四瑤 馬上就派了助理去四家店 然後付清了這個三十元份的費用 在六點半的時候 徐曉信就跑到吳四瑤的粉絲團說 他那個食物他要啊 然後吳四瑤的助理 就是已經結清了這三家的費用 時間點是六點四十八分 好 這鈴鈴總統重點是什麼 就是一個時間差 就是時間差的問題就這樣 OK 大家有聽懂了嗎 意思就是說 徐曉信搶在那個吳四瑤的助理 還沒有去付錢的時間之前 就跟大家說徐曉信 吳四瑤騙人 吳四瑤騙人 他造謠 他造謠 他都沒有來幫我付錢 然後其實吳四瑤的助理 就是在那個之後就去付錢了嘛 對 好的 請問這件事情無聊到這樣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邊討論 因為徐曉信今天知道 有事情要爆出來 所以他急著在昨天作秀嘛 讓大家知道說 讓大家混淆說 到底今天的標題是炸雞還是炸七 到底是炸雞還是炸七 讓他要讓大家搞不清楚傻傻分不清嘛 吃炸雞 彈炸七 所以 其實他昨天搞這一齣 這麼無聊的這個戲嘛 其實大家都看得出來 對 他要混淆焦點 因為這是他慣用的技能 過去只要是 因為鏡頭看就是說都禮拜三 對 然後前一天都是電子版 然後鏡頭看站要發布他的消息之前 徐曉信就會開始演一些很奇怪的套路 大家就想說 徐曉信怎麼突然就演一個很怪的戲碼 這一齣到底要幹嘛 還要討論說 這個假期到底有沒有付錢 那說到這個假期這件事情 當然他本身是一個無聊到爆炸 就是說 你做一個立委 你一百八十五塊付不出來 你還那麼囂張 你一百八十五塊收帳 然後你還可以出來這樣子 這麼大辣辣的 這麼有自信的講 這種這麼無恥的事情嗎 所以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他還錄音 錄店家的 沒錯 這個再來就要講到說 徐曉信的這種行為 這種手法其實是非常惡劣 他很喜歡玩這種 就是像上一次 他也是派人去偷拍 跟拍王一川 然後現在他又是偷錄音 想要製造說 我手上有這個證據 他就是 我我就是真的說 吳思瑤助理沒有來幫我付錢 類似這樣的行為 可是整件事情就非常低級 做一個立委 為什麼要把自己玩到這麼的low 這麼低俗我也是搞不懂 所以重點回到說 他這種徐貪心的行為 到底在掩蓋什麼 就今天剛剛其實 大家都已經講過了 徐曉信 今天的這個 我看完今天的新聞 就是第一個 就是他內容是有提到說 徐曉信第一時間 又出來跟他先生說 對我們都不知情 那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當初 他在大家媒體問到說 劉彥禮怎麼樣 網軍的事情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說 我看起來像劉彥禮嗎 當時他不知情 然後第一時間跟他先生切割 然後現在這個事情一出來 他今天早上 他的國會研究室門是關的 然後早上他拒絕受訪 然後說我跟我先生都不知情 那請問到底什麼時候你知情 什麼時候你不知情 什麼時候你跟你先生不認識 什麼時候你跟你先生認識 大家有發現嗎 他越跟他有關的 他就越害怕說明 所以他挑事情講是雙標的 他認為這個事情 到底我要不要出來講說我知情 他說我不知情的時候 就會站出來說我不知情 他知情 他可能知情的時候 他就會出來說 我看起來像劉彥禮嗎 所以這就是大家 現在質疑他的一點 那再來啦 他還上一次說 如果我老公是安 他就要怎樣 離婚 離婚 他只要涉入就離婚 那請問今天這個週刊出來之後 徐曉昕 你是不是應該出來表態一下 你跟你先生到底要不要離婚了 好 所以有個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狠狠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消極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黑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的題目版 等你一起來